先講一下用不到勞布買石油 制裁匯力標,打回英國自己 有英國民眾露斥約翰遜政府 要為能源價格上漲負責 彭博社在星期五的報道 譴貨 譴貨Shell本月很可能無法支付俄羅斯天然氣的費用 因為英國對Gasprong Bank 即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實施了制裁 早前英國石油巨頭顯學 被烏克蘭外交部長傅列巴點名 就說我被告知Shell公司4號在秘密地購買俄羅斯的石油 對你來說 俄羅斯的石油聞下去難道不像烏克蘭的鮮血嗎? 呼籲全球所有有良知的人共同施壓 跨國公司切斷和俄羅斯所有業務的聯繫 在庫列巴的道德綁架下 Shell之後宣佈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但為了確保客戶供應燃料 他會繼續從俄羅斯購買一些產品 去滿足他的煉油廠和化工廠的需求 公司很聰明 他沒有透露什麼時候停購買 停購買什麼時候也不說 但是英國三月底加大制裁 包括俄羅斯天然氣的工業銀行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說 來自一些不友好國家的買家 應該要以勞布支付俄羅斯管道天然氣 這些買家需要在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 開納了一個勞布和外幣的特別賬戶 去支付天然氣的供應費用 貨幣的兌換將會在俄羅斯交易所進行 如果付費不完整 俄羅斯海關有權禁止交貨 貝斯科夫就說 倫敦想成為反俄行動的領導者 甚至想領先華盛頓 這會帶來一些副作用 跟其他歐盟的國家相比 英國自己對俄國的銀行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 實施了制裁 現在即使你想用勞布 也沒辦法去買我的天然氣 佩斯科夫寸爆約翰遜政府 要不你認需解除這個制裁 要不你站眼 推高國內的能源價格 約翰遜這個制裁可謂回歷標 就打中自己了 當地時間4月1日 英國的普通家庭使用能源價格 上限大幅上漲 每年的能源價格上漲 都較此前上漲了大約700英鎊 漲幅達到54% 有專家認為 這次能源價格的上漲 將會影響到2200萬個家庭 大約有250萬個在英格蘭的家庭 將會陷入這個能源價格的危機當中 想想一下700英鎊 這個數字 每年這樣交發 不是每個人都交到的 不是那麼富裕去交到的 衛報等多家英國媒體 3月24日 都曾經報導 沒有不詳細多說 都是說 當地有一間 連鎖超市負責人 說消費者 開始拒絕食用薯仔 以及其他根莖類的蔬菜 因為他們負擔不起 去煮他們的燃料費 英國的食品價格通脹率 已經逼近10% 這是估計遠高於英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 5.1%的年度數據 有BNO講人在網上埋怨 說自己的電費高了 大概80.9% 看到新的賬單 覺得自己負不堪言 更加有人直言 電費和天然氣上漲了50% 煮一頓飯就要花費200港元 湯也不敢煮 後悔當初不知道為什麼要過來英國 據俄新社4月2日的最新報導 由於電力和煙氣價格大幅上漲 英國倫敦市中心 當日爆發了反政府的抗議活動 抗議者聚集在唐寧街 唐寧街首相府的對面 抗議者高喊口號 要求英國首相約翰遜和保守黨政府下台 也是那句 短期 大家可能會同心去對抗俄羅斯 長遠當自己去損害了的時候 人民的現實 人民是很現實的 最後也是會選一些寧願和俄羅斯有一些正常交易的領導人 或者 反過來講 其實歐洲這些國家有沒有想過 我今早前講過的 有沒有想過可能是 你不要的俄羅斯產品 然後你可能在某些地方買回來 其實你是變相轉一轉 好像交了一個道德稅 這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不過有些人喜歡交道德稅 我沒辦法 除了倫敦意外 香港的危機的憤怒正在迅速增加 民眾的反應正在逐步增強 讓信能夠捱過 就認真投行 因為他五月就會舉行英國地方選舉 如果到時的選舉成績欠佳 保守黨 大失議席 可能會被逼供 但順帶一提 我覺得 今天看新聞 有三個國家很佩服 佩服不一定是好 說有好意的佩服 說有惡意的佩服也算是 波羅的海三個國家 包括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 和立陶宛 一直都被外界認為 是美國反華一級先鋒 也是比較反俄的 他們宣佈放棄進口俄羅斯天然氣 成為了歐盟的首例 你說 要歐盟和你們去集體跳崖 你說背後 各位聽眾 你說背後相不相信 沒有美國和北約 去推波助瀾 去引誘這些 波羅的海國家 成為歐洲首例 就是不要天然氣 但我以為他們很厲害 依賴程度應該很低 誰知道我看一看 驚人 三個國家 拉脫維亞 Latifa 愛沙尼亞 Estonia 100%依賴俄羅斯 陶宛大約40%左右 我真的不太明白 你不用俄羅斯天然氣 你們幾個國家如何生存呢? 他們說目前會用這個儲存在拉脫維亞地下的天然氣儲備 為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的天然氣市場提供服務 這個情況就好像三個國家撞士斷臂 斷完臂 不是每個都這麼幸運撞到雕卿 神雕合理的雕卿 然後再創高峰 好像楊過那樣 跟小龍女過好日子 可能你斷完碑 你遇到那隻不是神雕 是老鷹 即是美國 他又不會當你像過疑那樣的 當你一個二 你的價值就是一個二 這個就是 這三個國家 隨著美西方 起舞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我們拭目以待 然後講第二個話題 就講這個 霍士新聞主持人 就批評西方 在俄烏問題上 謊言遍佈 作為記者要理解事實 日前 美國資深戰地記者 霍士新聞的主持人 盧拉洛根就走烏克蘭的局勢發聲 他批評美國政府自從在二戰以來都包庇 以及縱容烏克蘭的納粹分子 形容美國對烏克蘭政局的干涉 之心是令人無法想像的 美國政府煽動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甚至挑選烏克蘭的領導人 盧拉洛根就說 我跟你們說實話 我一點都不相信 我真的認為太多的誤導信息 他表示自己已經從事了 戰爭的報導超過35年 經歷了很多 他認為美國人被困在一個信息減房 中 我們被要求必須要去憎恨普京 相信所有莫克區的說法 喜愛烏克蘭 當中沒有其他中間選項 針對烏克蘭的納粹化問題 盧拉洛根就說 西方媒體 以及西方社會都不願意承認以下的事實 即是西烏克蘭都一直 支持一些納粹分子 現在這些納粹的黨委軍總部 都坐落在那裏 美國一直有資助和武裝烏克蘭的納粹分子 這些不是新納粹屯火的興起 這些是二戰納粹勢力的餘孽 盧拉也說 我的意思就是你可以在網上看到他們 同時去舉 北約的旗幟 他們會配戴一些納粹的黑太陽的標誌 一個來自納粹黨委軍的標誌 他們也配戴上去 甚至有些推選出來向全世界展示 甚至女兵門 都有黑太陽的標誌 大家看了 就寬了給大家看了 還說他們是支持烏克蘭獨立 是精神和高貴的典範 盧拉就說 白宮想你們相信 好了 這個也不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一部分的軍人 但是其實 白宮這個說法是不對的 這個阿束營 就在烏克蘭的東部 一直都是殺人 我們不想承認這個事實 但是這個就是 因為阿里米亞投票選擇獨立的原因 接著盧拉就說 我們這些媒體人 西方媒體和西方社會 不會承認正在發生的事實 烏克蘭的西部正在支持納粹 他說 二戰時期的美國CIA在 紐倫堡審判裡面 豁免了對烏克蘭納粹份子的起訴 美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 資助和武裝烏克蘭納粹份子的歷史很長 這個就不是新納粹的崛起 這個是真正的納粹 而且美國CIA仍在 2013年和2014年 資助了 烏克蘭的顏色革命 由他們去挑選烏克蘭的領導人 盧拉就引述了當時美國助理 國務卿 現在副國務卿 早前有一個 叫紐蘭就在 美國的聽證會上 給盧比奧問 美國 在烏克蘭有沒有生物實驗室 他說烏克蘭確實有生物實驗室 好取巧的 就是那位紐蘭 他說紐蘭當時是助理國務卿 他的電話聊天被洩漏 他跟美國大使在討論 誰去領導烏克蘭 時任 美國歐洲及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 紐蘭和時任美國駐烏克蘭的大使 在2014年2月的通話曝光 應該是2014年2月 這個通話曝光 他在電話裏面說 烏克蘭的反對派領袖之一 維塔利 不應該在新一屆政府裏面就職 他說了一句很出名的 大家也可以搜尋一下 就是去你什麼 歐盟 說你歐盟沒了道 盧拉就說 美國對烏克蘭的政局 干涉之心 就令你也想像不到的 扎蓮斯基 是猶太人 所以烏克蘭就不可能有納粹 他就說 人們對歷史的解讀 就是如此偏頗和狹藥 扎蓮斯基不是唯一一個 在祖先 就是祖先在二戰中 曾經遭受到苦難的人 他叫大家看看普京 他在列寧格納 戰役裡面 失去了多少的親人 盧拉就重申 作為一名記者 自己的工作 就是試圖去理解事實 也不喜歡有人對他講謊 但是西方現在一個謊言 遍佈到一個巔峰 講回盧拉的背景 他先後加入路透社非洲台 美國CBS新聞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美國CNN等一眾的主流媒體 從事傳媒 長達35年都獲了 眾多的新聞獎項 看完這個說法 我們都當一個參考 始終霍氏 或者叫做霍克斯新聞 都是一個親共和黨 親特朗普的 傳媒機構 盧拉、諾根這個說法 都是作參考 但是無疑都給我們 另一個角度 就是更加全面的理解 美西方 干涉他國內政的 客歷史 這就是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和分享這條影片 多謝大家 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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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心